大家好,我是柴娃娃 大魔王莫德勒殺害國王 魔王進入了黑暗的世界,收集力量 密謀回來統治世界 為阻止他摧毀世界之路 一班勇者就來對付一個大魔王 這樣是不是人多欺人少呢? 當然不是,因為魔王還有很多手下 勇者要在七天之內找到魔王的三個神殿 盡可能削弱魔王的魔力 這樣還能迫魔王提早現身 之後勇者們再合力消滅他 這樣勇者們就能玩救世界了 在魔王出現後,如果能收集三次的勇者靈魂 魔王就能得到無盡力量而獲勝 遊戲以比較直觀的摘色仔進行戰鬥 在魔王未出現時,地圖已經佈滿魔王的小怪 勇者要透過消滅小怪,收集寶箱來累積經驗和裝備 因為勇者最初的能力和行動都有限,所以要小心 如果探索得太快,小怪就會越來越多 威脅就會倍增 今場的遊戲大家都玩得非常投入 不過運氣一直都是最強的敵人 適運其差的柴娃娃也是一個婦女 令大魔王莫德險勝 好,今次又介紹到這裏 下次再見,拜拜 拜拜